男孩捡到美国飘来的瓶子 上面竟有51区的标志 但他见到没有人发现 于是偷偷地藏起来 随后男孩先是好奇得打开盖子 一股脑将瓶子里的东西倒出 紧接着小心翼翼地把它捧起来 可诡异的是 里面竟有酷似人的影子 而男孩只知道这东西一定很开门 于是立即将其用衣服包起来 转头就找到中间商 用三块钢棒把它卖掉 正当博士好奇地查看时 殊不知里面的人影正在动 转眼间到了晚上 一只小手不停地扒拉 将困住他的外壳慢慢拿下来 而女孩刚下班回家 丝毫没有注意这一幕 可伴随着灯光打开 怪物立刻抱住被亮瞎的眼睛 察觉后的女人慌张转身 并急忙地将帐阻叫来 这让从一两年半的大山 瞬间定在了原地 但大山很快伸出贤猪手 趁怪物不注意把它抓住 随后立即把它丢进笼子里 而怪物恶狠狠盯着它 这时大山却将肛门反锁 并用不挡住光线 殊不知这只会加速怪物的诊大 然而第二天 博士见到变大的怪物却异常兴奋 瞬间产生跃入一百万的想法 于是他们开始连夜偷渡 不料车后遮羞布突然掉下 为了避免被人看见怪物 于是急忙将后背相加固 可突然 一只巨手突然伸出来 而沉睡的怪兽彻底苏醒 这让夫妻俩瞬间哑巴呆住 只见怪物拼命撕开 困住他身体的牢笼 随后怪物静止跳下来 但他徘徊几下后 却没对夫妇俩动手 而怪物似乎在寻找什么 随后他来到一处牧场 只见羊群开始纷纷逃跑 然而怪物盯上一只小羊 饿了两年半的他 却听见有更美味的食物 于是立刻寻着声音来到马厩里 只见白马突然起身 紧接着拔腿溜走 这让没东西吃的怪物 立刻撕开饲料的包装 然而就在他享受美食时 一只二哈突然出现 怪物以为对方来抢吃的 随即和他扭打在一起 而此时农场主纹生赶来 不料刚一上前时 养了两年半的二哈 却以掩饮一息 好在佛波勒及时出现 这时警长立即命令 手下降门反锁 随后他们拿起武器 开始不断挑衅怪物 然而怪物却直接跳了下来 当即甩开了对方的武器 而背后的小卡拉健壮 竟想要把怪物关起来 这让怪兽顿时不知道夺拿 然而背后的老六 突然上来偷袭 怪物立即把叉子丢开 可就要离开时 没想到小卡拉再次拿起钢叉 这让怪物瞬间上头 一把将对方按到在地 在几人一脸懵逼中 直接咬住他的肩膀 一旁的警长健壮 立即拿起铲子 对怪兽的脑袋拍去 殊不知这将怪物彻底激怒 一只变异的怪物 被不断开枪的小卡拉彻底惹梦 但佛波勒健壮 立刻合力将肛门反锁 殊不知怪物已经溜到河边洗澡 于是漂亮国为了把他抓住 当即用上直升机布置陷阱 随后派出出色的警犬 没一会就发现怪物的位置 紧接着佛波勒拿起高温喷火器 开始攻击怪物 并在怪物还没反应过来时 佛波勒利用飞机来投放流矿 饿了两年半的怪物 立刻放在嘴里不停扒击 而探长趁机躲在石头后面 掏出无线电开始交流 随后一台直升飞机瞬间到位 下一秒套网静止落下 没一会就将怪物抓住 很快他就被五花大绑带到实验室里 可正当他们发现这很可能是一种 来自外太空的生物时 不料下一秒 工作室内突然出现了故障 紧接着怪物开始挣扎 而研究人员立刻撤离出来 殊不知怪物已经自我解绑 随后他瞬间从两米厚的墙壁穿出来 可这时一只大象突然发起攻击 好在怪物力气够大将他压下 而他们立刻扭打在一起 然而这时怪物顿时发火 把数千吨重的大象压倒 紧接着朝着他的脖子咬去 将他瞬间送去了西北 而此时的怪物开始主动攻击人类 然而一旁警长为了拖延时间 竟将车撞向怪物 随后坦克大军立刻就位 可正当他们要用手榴弹将其炸死时 怪物却一下钻出 并开始破坏他们脚底的拱条 接着轻轻一用力将拱桥彻底摧毁 而这怪物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不久前漂亮国前去火星 不料回来是火箭净掉到海里 好在渔民及时潜入境去 救出里面仅存的宇航员 但从存活的宇航员口中得知 火星上面生活着一种 能自由在外太空生长的生物 不曾想用作生化的胚胎丢失 竟被男孩无意间捡到 于是漂亮国准备把怪物抓回去研究 但这时佛波勒却发现 怪物对他们开始有敌意 而警长当即下令把实验体就地正法 只见牺牲的人越来越多 怪物逐渐陷入癫狂状态 然而这时他却发现背后来的小卡拉 有点胆小的怪物立刻往顶上爬 只见现在所有的武装部队全部就位 随后佛波勒拿来了特制火箭弹 没想到怪物已经发现他们的位置 于是长官立刻拿上家伙 紧接着爬上高位 随后开始架枪 一发穿云剑直接射出 但是却没有实质的作用 可这一次他们开始从不同角度攻击 然而怪物本不想和他们争斗 却不料被逼到绝路上 于是怪物想临死之前 在解决几个小卡拉 然而就在这时 机枪手开始瞄准怪物脚底的尸头 随后一发穿云剑射中他的弱点 怪物当即趴在墙壁上苦苦哀求 然而就要掉下去时 漂亮国终究还是下了狠手 最终怪物被活活摔死 而漂亮国上火星的计划 最终变成虚无 海仓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